我個人是可以當作專案研究的一個依據 依據這個在同時也要請博物館這邊提供開發必要跟文化資產重要性的一個說明 然後寄給大會 大會才能夠依據這種情況 這些資料才能夠進行審議 然後決議說是否依據27條第三款進行產業發授 我覺得程序上是這個樣子 那就現階段來說 我是覺得還是回來這邊 我覺得暫停通過作為一個條款 假如大會決定這個遺址非常的重要 事實上台北市非常重要的一個考慮遺址 那不應該進行抗救發授 或者是因為其他的剛才各務委員談到的原因 不用進行發授 這個同意 暫行同意就把它廢止掉 這是我的意見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另外陳委員 有沒有要補充 我想基本上剛才我是第一次看到劉老師講到說 然後有這種變通的一個所謂的發授申請的一個同意 那之後可以廢止這個部分 好 那如果程序上是可以的話 我們有意見 如果說哪一個 但是我會希望說我們再被諮詢了 對於這個案子的意見它不廢 就是同意申請書這件事情 不是為何這個可以進行發授抗救 而去做一個保留的考量 對這種背書 我會是希望這樣子去 我們需要我們都這樣去看待 那最主要的話 剛剛就是說 其實聖經教法書裡面講得很清楚 那一方面他專探了兩個動的結果 那很清楚的兩個文化成 那一個後來大概到1.8.7公尺 那另外一個是大概是40公分 那很清楚的話這個文化成是很完整的在 如果我們可以用這樣子去解析的話 那我們有機會 剛剛也講到 那這個行主的話 它是一個對臺北施 臺北奔定 甚至這個臺灣的一個 臺灣史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禮止 那這是在 甚至是劉阿信之間的 長期化裡面都是很清楚 那所以他到底是不是在這樣一個 歷史博物館這樣一個開發計畫下面 是需要這個部分要被犧牲 那就是我覺得這個會裡面 很多有需要去思考的地方 那另外我個人有一個小小的 心情的地方是說 還是我一直堅持3月4號 和8月23號的一個緣集 那歷史博物館就為一個 這個文化資產的就是保存展示跟推廣的一個機構 他的職責在這裡 他會隨便開始就去思考到一個 沙瓦類似的工程規劃 那之所以我會覺得 需要有個提醒 那因為在世界上來的話 如果這樣我們的狀況 會想出現不知性的話 那我想這個影集的其他的地方 都可以可以提醒 就是這樣女生屬於一種特權的 作為一個文化資產老學的一個結構來講 所以還是要在繼續一項思考下 怎樣的方法來做的影集 好 謝謝兩位 那各位有位還有其他的意見 好 那個補充 這個文化學補充 我剛剛幾位老師 特別是遺址的老師他提的 就是其實早年在植物園遺址上面 因為大概幾個交通的遺址 還有遺址都沒有給省份 所以其實在淘寶界希望植物園遺址要給省份 要趕快做調查然後給省份 這個部分可能也給各位委員還有主席參考 其實這是靠物園遺址一直以來希望做的 那第二個部分是 其實在早先做捷運的出口的時候 有提到史博館這邊有一個聯通道 但是後來因為沒有談成 所以聯通道到史博館這個部分就沒有做了 這是大概十幾年來都這樣談 然後大概從承認金主秘做代理館長的時候 又再提出來要做這個個別的底下報的部分 那這是一直大概也有四五年的時間 又重新提起來 那這是一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才是因為提出上面的概念以後 然後再來委託陳大這邊做現在的報告 那這個是一個部分 所以剛剛劉老師提出一個單數的條件 那第四個是還是要說明一下吧 那個建築的部分 其實它涉及到建築線 還有它底下是開花的面積很大 所以它算不算是附屬建築 那個另外要花時間去討論 可能不在今天可以討論完的範圍 好 謝謝 那我想這個案子也充分的委員 也充分的了解了 最後還是要請大家做出決定 那剛才這個大家討論當中 事實上今天如果通過了 也並不表示說史博館就可以開始進行 相關的這個地下室的一個工程 還是有後續要去因應計畫 來做相關的一個修正 這樣大家就比較了解到今天審議的這個案子的情況 好 請大家就把這個意見條來聽一下 題目的е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台北方航局 国民企业 国民企业 国务主席 国民主席 国民主席 海军将官官特略 社群和国民企业 国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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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本案 本案有一位 一位回避 然后出席为有13位 13位参与投票 那么11位同意 两位不同意 所以本案同意通过 同意通过 同意通过 好 那接下来的案子 就来做 接下来四个案子 都跟师傅有一些管理性 所以我们也称重 民企业的相关规定 所以我们跟蔡基专 同意相关的 师傅的同意 好 谢谢 那这个要充分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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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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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四个案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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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四个案子 我看 这一期不要 审议二四 中正区台北奉盛居文化资产加值审议案 请说 本案一处文化资产保存法 第七七十八条 古建址进行备止审查办法 立时建筑纪念建筑登陆 备止审查及辅助办法 派理情细 本案建户位于中正区凯达阁南大道3号 出入于中正区工人阁三小堂1395号 建户分别为中央栋198建号 南栋465建号 及北栋785建号 中央栋又新建于1930年代 原文台北放送局 1931年开局后接证台湾广播市列支起步 南北栋建物分别于981年至1989年建建 目前为台北228纪念环环环址 分确认可建物文化资产价值 原居本定计券 引致全一文化资产保障 第十七十八条 规定其分文化资产价值小查程序 于107年12月17日 邀请古略委员办理等案文化资产价值 審查专案小组会堂 结论一 本案建物基出席专案小组委员 已知任地区文化资产价值 建议指定为古基 古基本体为中央洞建制实习新建建物 南北栋不列入古之本体 古基地固土地之地 建议文化资产公民 断三小等一三九地方部分 但为包含台北二二八建议管 北中央洞南断及中央洞场 专案小组委员意见栽要如下 近于1931年 设计监督者为一三均一 无论建筑形式 历史价值均有古基之价值 一三均一是当时 台湾著名建筑家 1929年刚完成台北邮局的设计建造 而建物隆屋西班牙瓦中式码头墙 具有近代建筑 1931年代日本殖民族 于大高雅共同全职背景历史 为少数西班牙公格之建筑 三台北放送局中建筑 新建于1930年代 建议指定为 十台北放送局之建筑为 市立古基地 建议于以指定为 古基之放送塔 台湾保卫电台放送品整并 南北共分别于 民国70年代新建 列入古基本体 但列入古基范围 立后续维护管理 本国108703月15日公告指定 台湾网坡电台放送品 为直辖卸定古基 是台北放送群的重要获取设备 附近会堂委员建议 本案建议与台湾网坡电台放送品整合 为同一古基 本案文字平部报告 请委员参考 付件事 本案的规矩图 在台北228公园里面 这本案的定级基金 同样做入中正区公文跟三角 139第一号部分 这是上面热源圈 是现在台北放送品的位置 下面红色的部分 是现在228清卸坡的中央洞位置 这是它的一些历史措置 航造品的 这是他们在日治时期 台北方面取得有一些序号品 这是现况的照片 左上角是中央洞 右上角是北洞 右下角是南看的位置 这两张是下面一部的中号 本案的文字平部报告 请委员参阅 价值分析 已经委员 因12月17日委员一致认定 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 建议指定为古基 未来保存管理维护 依现实文资法规定 文化资产应由所有人管理 和使用能力管理维护 未来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负责保存管理维护 任务范围维持影响评估 本案建国目前维持 台北228清卸官使用 本案建国目前维持台北228清卸官使用 本案建国目前维持台北228清卸官使用 本案建国文化资产 依对影响该使用功能 后续建筑本体讨设计 说不过再利用事项 需一文司法规定提供计划 与文化局审查 本案堂指定文化资产 继续周密相关营建工程 或其他开发行为 结果文司法事情 刑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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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判一一禁同意指定中正区 台北放送局为直辖室令古迹 定于直辖室令古迹 台湾广播电台放送亭整合为同意古迹 名称台北放送局 各种类机关及其他 各式或地址 台北市中正区 凯达荷兰大道3号 台北228公园内 是古迹及其所定住土地范围 之面积及地号 古迹本体为台北放送局 及放送亭建筑本体 建国为中正区工人 各自小的198清号 建国面积792.83平方公尺 放送亭武建号登记 建筑座落土地为中正区工人 各三小站139第一号部分 代理土地面积为517159.34平方公尺 其期保存面积需 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 指定理由及其法律例出一 台北放送局 建于1930年代 为第三驱一设计 建物隆过西班牙瓦州 适马可乡 具有期待建筑及百姻三年年代 类等值 民主义大光雅 鳳鸵村之背景一时 为小数西班牙风格之建筑二 放送亭为日制实行 台北放送局的扩音笔 被装置喇叭 具传播史之理 价值 3228事件发生时 开广播电台拜年 九位党政局各界人士 宣传政令 及民众代表报告 事件处理状况的重要角色 具重要历史意义 四 符合谷基指定及被指审查办法 第二条第一项 第一二三款指定标 二 南东及北东建物可 为本谷基再利用需要设施 三个 有一個疑問就是把那個放送亭也納入 基本地方但是放送亭的訂座的那個土地方 並沒有納入那個訂座的地方 那個地並沒有納入 現在只有建築那邊納入 那這個到底怎麼去解決 根本要說明就是放送亭的位置 也是在公園斷山小在的139地號上 它是一大堆 一大堆 在哪裏 在哪裏 你現在畫的那個紅圈那個畫的 放送亭在裡面 在這裡 最上面的那個 那個小小的 那上面那個 所以我指的是說公告的那個地方 那又沒有含那個 真的那個 那是大堆 它是整個公園 公園 現在是整個公園 然後我想是不是能夠少數中歇合併 公園之間 沒有人家罵頭起來 馬上想是毀敗的 第二個就是 這個第二點 方平 其實除了這題 另外 你看這個類似喇叭 碎齒 你看你有沒有喇叭 這個 這個 這條 屋內專制喇叭 這個不掉 但是另外有個歷史的意思 當時日本投資 這個從這邊 開始 我們當時叫做育嬰 日本建盟宣布了一個條件 這個 如果有必要的話 事實上可以把這段一起 因為我們第三個 128幾年 就有扮演在這個廣告裡頭 事實上 當年的育嬰 這什麼 如果所有人都聽到 沒有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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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來這裡 對 這個就是說 從這個網路電台畫出來 你看一下 剩下這個 第三個 老師那個我們在修 是不是要投票 好 那就看什麼 三四八五秒 因為這是1930年 也代放出場的男意 好 大陸老婆 我們這邊是236 然後我們 是1930年代 所以你知道 這個30年代 是1930年代 那一個是八中的指節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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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 那一個指的是 三年代 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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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叫三年 對 這個大中的空間 是二戰的時候 還有 還有 比如說 這個1931 一定 一定 到於這個 大中的 大中的空間 那 那 跟這個背景 好像有別的 這個我要講的是說 大家剛剛有看的就是二半之前 三股財問題 那是最老錢 也是圖上去 從這同時 因為將來在寫的時候 連是磊硬明俱樂的 請問說這是用題 我們現在要寫大東亞 這個去掉 這個大東亞去掉 把大東亞去掉 這個放了 前面這個 對 最小的地方 這樣 這樣 老師這樣去 這樣畫掉 他這個本來有選對內心意義的 日本殖民主義是殖門殖民 對 他做很多中國式的 很多辣進來 以前關日本殖民主義 他就是日本的世界 對 所以可憐意義就是說 所以他才回到西班牙 這個人質最修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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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各位 謝謝 しまし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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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给定着土地范围为国附建议馆建物本体及中山公园部分范围包括四周线油广场建物南向中轴县水池及花博等公告资料请委员参与附建议 国附建议馆会办理警官改造工程依新座范围临进谷基本体且部分位于国附定楼指定范围内原议文字法第3次条规定由108年7月29日解售国附建议馆景观改造工程计划出过去 本局蓄以108年9月11日邀請三位委員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略以警官改造工程部分施工範圍位於古基地的土地範圍內 警官方議文資法第24條規定提送古基修復在內用計畫或舉 後續並同期報納審議會審查 部分施工範圍位於古基地的土地範圍外 這事否設及文資法第34條規定 委員一致同意不破壞古基之完整 遮蓋其外貿或阻塞其官藍通道之餘 後續提送的審議會報告 國庫紀念館簿於108年10月8日 簡送生服期待內用計畫報告書過局 本局蓄以108年10月24日邀請四位委員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略以 請國庫紀念館這本案涉及建築消防法規等部分進行檢討及詳細說明 它有以現行法規不符 且對議員有刑貓辦理修復及再利用者 未來仍應循建築消防法規及程序檢討辦理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修正後續送本審議會審議 進行國庫紀念館於本案提送審議會前 以古基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18條規定舉辦說明會入同天會 國庫紀念館警工改造工程計畫出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作詞文字幕作為初次